土著团结党马日丹纳国会议员马斯建议 假中涉及儿童色情表演的惩处 致监禁最少30年和鞭刑 甚至化学阉割犯罪者 马斯今天在辩论儿童性侵罪刑法令修订案时表示 监禁20年的刑罚太轻 相比之下 受害儿童的影片或照片被上传到网络后影响是久远的 即便孩童长大了 这些东西还在网上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创伤 另一方面马斯提议 效仿印尼严惩性犯罪者的方式 那就是进行化学阉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速播放内容